您好 欢迎收看4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友善无障碍旅游让资讯更完善 花莲现役会建设小组为了了解花莲无障碍旅游设施 对于轮椅族生长者在资讯的提供上 是否达到首选花莲旅游的指标 以及无障碍旅游的环境友善程度 建设小组期待花莲的旅游 可以让轮椅族生长者留下难忘回忆 带着行动不便的长辈去家族旅游 对民众来说是最大的问题 不过花莲就有饭店了解特殊族群的需求 设计出全台唯一敞开式扩大格局的无障碍客房 浴室的无障碍空间让病床都能够进入 他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接待过客人 真的是没有办法坐着洗澡 那他洗澡是需要这样平躺 就类似他要推那种病床里这样子 然后躺着洗 你看那个如果算病床进来 他回转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的求救灵呢 你只要按了之后 我们柜台和安全室都会有警示会亮灯 那我们的人员就会到现场这边来协助客人 那你按求救灵之后灯里面都是亮的 他不会按掉 然后走来会显示灯亮 所以协助的人很快就会到现场可以看到 这个房间可能需要协助 轮椅族生长者在旅行前都会考虑到景点的人行道落差 是否有无障碍厕所轮椅能够进去吗 建设小组就指出 花莲县唯一领先全台敞开市大格局的无障碍客房就在花莲 建设小组就期望观光旅游处可以统整资料 让更多的游客知道花莲在无障碍设施旅游上做了哪一些策略 县政府在无障碍旅游的推展上能够有更具体有效性的策略 所以我们在建设小组的考察特别指定安排要来看花莲的无障碍旅游的相关的一些进度跟成果 那我们来到这个央月美地的饭店 那它有花莲县的唯一甚至是全台领先的非常敞开市非常扩大格局的一个无障碍的客房 我相信在这个花莲有这样的一个饭店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饭店旅宿餐厅甚至所有的相关的在观光有关的这些产业的一些业者上 他们在推动无障碍旅游在这些工作上都能够同样的也可以多费心 那当然花莲县政府官方处要协助的就包含统一性的行销 让更多人知道花莲无障碍旅游做了哪些的一些策略 花莲县政府与东华大学曾经合作推出无障碍旅游 考察了花莲十三乡镇152个旅游景点 包含餐厅69间旅宿32间景点51个 其中推出72个旅游景点制作成花莲无障碍旅游制 不过建设小组还是期待提供更全面性的无障碍旅游景点 以及旅游资讯 方便民众进行旅游前的规划以及参考 记者凌桀 吉安湘 采访我到